各位朋友,現在是4點36分 那我人才剛剛穿越過華博公園 因為我家住士林,所以我是從士林出來跑單 所以我這個雲山華博公園是每天必經之路 那麼我現在是要往這個老地方過去 那之前我是都會到老地方再上線 今天是比較早上線 原山華博公園,剛過我就上線 那今天的話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能夠跑出14趟 因為這樣我才能夠拿到這個燙槍 這500塊的燙槍,因為我還差14趟 所以今天有點平啊 因為今天晚上其實看現在的天氣沒有太差 應該講說還不錯,就只是有點涼而已 所以今天能夠跑出14趟 我大概就心滿意足了 好,那麼現在我就專心的往好地方前進 好,各位朋友,我人呢現在在這個 宗教動物山段跟這個建國,也是建國南吧 這是一個交叉桶 因為我剛在老地方,就是接了三單 最後一單,最後一單送到旁邊而已 哇,天啊,這裡離老地方 去離很遠啊 我現在要殺回老地方去等 浪費大概15至20分鐘 所以我決定 所以我決定 往東區 往東區這個 這個紅區快跑 這樣子 希望不要又跟昨天一樣 齁 昨天跑到永康堅去等 但是這個 真的很淒慘 希望今天這邊不要很淒慘 這邊有三塊 國父健館商圈在這邊 所以那 好啦 希望今天 十四單的願望可以達成 哇 現在跑回老地方真的是 要從 宗教動物山段 跑回一段 真的是有緣 來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這個 東區的邊緣 京南路上 現在是5點39分 我打算等到5點45分 在這邊等到5點45分 但是45分 都還沒有待 我就趕快殺回老地方 不要跟昨天一樣齁 不要跟昨天一樣齁 在那個 永康街 一樣齁 那邊窩太久 狀況不對 就要趕快跑 各位朋友我現在在酒廠這邊齁 那我現在要往老地方慢慢前進齁 那 剛剛我在 負心南路那邊 等了差不多5分鐘齁 本來要離開的 系統都丟了兩單給我 第二單就送來酒廠旁邊 我想說這個酒廠也離老地方 有點近 那我就直接回老地方 這個就不囉嗦 這個就不囉嗦 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 大安森林公園旁邊 那麼 我剛剛送最後一單 就送到這邊來 其實我剛剛 在那個 新生南路上 原本要回老地方 結果在那邊 開始狂街單齁 就那附近的單齁 這個八德路上 北戈大 那是北戈大吧 對 北戈大對面 那條巷子一面 那門街也蠻多單齁 然後 那最後一單就送到這裡 目前已經完成11趟 11趟 離我的這個目標14趟 還差3趟 所以 我決定 就拼拼看 那我現在離這個 公館 還有獅大夜市蠻近 那我決定先到獅大夜市這邊來試試看 看獅大夜市這邊能不能拿到單齁 一樣齁 我會繞過去在這邊等個差不多 五分鐘 沒有的話我再往公館 公館夜市齁 那邊走 那邊走 好啦 那麼希望今天能夠完美的 沖到我心目中的這個單量 十四單 各位朋友 我剛在四大夜市這邊接到一單齁 那一樣 送到旁邊的這個青田街這邊 那 我看了一下現在時間齁 7點47分齁 那我決定齁 就是 趕快 趕快離開 趕快離開 趕快離開四大夜市這邊 我要回去老地方 我要回去老地方 那為什麼會做這個決定呢 因為我覺得 有 十大夜市這邊的單 好像沒有想像中的很多 也就是說 今天呢 十大夜市 可能單沒有很多 大概是這樣 那 那 我其實還差兩單 我想一下 我決定我直接殺回老地方去等齁 也就是說 說不定我殺回老地方 還有可能會接到 兩單 我是這樣想啦 但實際狀況怎麼樣我也不曉得 另外 現在開始下雨了 大家可以看到 地面上開始有些雨滴 這樣 那 這雨好像有點大 那不管 反正我 趕快殺回老地方 我希望能夠再接到兩單 各位朋友 終於 終於 我的14趟達成了 就在剛剛 我最後兩單呢 就是回到老地方來接 真的是 果然是老地方 這裡的單量都不會讓我失望 那我現在呢 現在是8點53分 起碼 14趟已經達到我今天的這個 預設的這個單量 我也拿到我燙甲 我的燙甲 所以今天這個成績就漂亮了一些 我現在就要滾回家啦 好 明天再繼續努力吧 哇這個赤峰街 七八 那才9點 赤峰街已經沒有什麼商店 哎呀 好啦不管 滾回家啦 不過我 我還沒有下線 所以我要先下線